公寓三樓 穿出橘紅色火舌 瘋狂燃燒 幾乎吞噬了整個窗台 伴隨黑色濃煙不斷往高空擴散 更可怕的是火焰中 還不停發出巨大爆炸聲響 玻璃碎裂聲跟雜物燃燒時的 琵琶聲此起彼落 如果民眾嚇壞停下查看 拿手機拍下這驚險一幕 火勢完全沒停止跡象 越燒越旺 三樓的火還滿大的 有什麼聲音嗎 就啵啵啵啵啵的東西掉下來了 那就火一直燒啊 然後消防車很快就來了 聞到那顆燒焦味 不跑出來看到好多火 伏計民眾全被這巨大燃燒給嚇壞了 19號晚上8點半左右 位在高雄三多二路上一間 二手家具行 不明原因突然冒出火事 疑似因為內部堆放了 大量的家具跟雜物 火事一度一發不可收拾 萬幸的是當時起火時 屋內沒有人 沒有人緣受困受傷 消防貨爆火速到場 布水線撲滅火事 起火庭是在三樓 在三樓的補償間的部分 燒家具雜物 我們也是立即將它火滅故事 火事在半小時內撲滅 好在無人受傷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仍有待進一步離清 吉爾潘金人分亞橋高雄報道